忙碌的工作节奏 让现代白领们很少有机会 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厨房料理中 但对于整天面对外卖 随着舆论与媒体负面曝光的增多 渐渐产生了担忧和畏惧 因此外卖能少吃还是尽量避免 没时间做 不会做 又不敢吃外卖 那该如何解决日常的一日三餐呢 直到近两年 智能料理机产品浮出水面 让年轻人及更多的健康人群 看到了希望 但他们的实用性到底如何 是否能胜任较为复杂 也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中餐料理呢 我们科技视讯 特地选择了目前市面上 关注度最高的两款 外源及进口智能料理机 进行实测 分别是目前美食圈里 和和有名经典款 美食安品TM5 以及近两年 逐步显现在人们视线中 有超强上升势头的 达士达库克智能料理锅 这两者都有着小巧的外形机身 能够根据内置智能食谱 烹饪各色菜肴 以后来者达库克智能料理锅为例 它不仅可以像常规料理小家店一样 进行切碎 研磨 调和 搅打 搅拌等操作 还可以搞定中式爆炒 蒸煮 温烧 炖汤等非常复杂的烹饪操作 并能够胜任天南地北的各类中外美食 用户只需根据自选食谱 把所需食材和调料配齐 按照食谱步骤 依次如料 稍作等待后 就能烹饪出一道道精致美味的菜肴了 第一个对比项目是极限烧水 看谁能够率先把各自标称最大容量的两升水 优先商开 从而判断出谁的加热效能会更高 为了公平起见 双方的加热温度都设置为120摄氏度 这也是美善品PM5的最高加热温度 达库克智能料理锅的最大加热温度 可以达到140摄氏度 经过实测 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 达库克智能料理锅 加热沸腾 直冒蒸汽 大约是需要15分钟左右 此时可以看到 主锅的锅盖处 竟开始陆续冒出沸腾的水汽 而美善品TM5 此时还处于平静状态 基本等到接近18分钟时 美善品TM5 才渐渐开始散出蒸汽 对于烹饪卷心菜 编辑发现 达库克智能料理锅里 内置有一道脆香高丽菜的食谱 为了印证口味 就偷懒使用了达库克的智能食谱模式 结果 我们意外地发现 烹饪这道菜 整体耗时非常的短 从热油爆蒜到最终炒菜完成 整个炒菜过程用时仅为90秒 但我们不得不惊讶 炒出的菜色的确是外观完整 并富有色泽 透着一股新鲜感 口感也是爽滑香脆 而美善品TM5 为炒蔬菜配置的烹饪程序 则用时比较长 差不多要8到10分钟以上 可能是为了确保煮熟 光是倒入蔬菜后的烹饪时间 就达到了5分钟以上 最后出锅的菜品 虽然从口味上还能接受 但就是没有那种爽脆的口感 有点像是被藏形焖熟感觉 软软水水的 我们发觉 两者在热油爆蒜步骤中 略有所区别 达库克制的料理锅的爆蒜过程 是将油先加热 然后放进整粒大蒜 大蒜在高温状态下 被煮锅底部的刀头 快速切碎同时爆香 而美善品TM5 是需要用户先将大蒜进行切碎 然后打开锅盖 用刮刀将锅壁周围的蒜末下推至底部 然后再倒入油加热三分钟后才算完成 没有明显爆蒜出来的味道 反而可以闻到生蒜味 很明显是油温不高所导致的结果 而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达库克的爆蒜引导程序更为合理化 而另一方面是领先的RH环绕加热技术 使其加热效率大大提升 控温控室 在同样的时间下 能够更加快速地进入高温状态 最后再来做一道糟溜鱼片 作为压轴大戏 一道糟溜鱼片的制作过程 除去前置腌制的环节 真正的烹饪过程 建议在六分钟以内 可以看到 两款智能料理产品 烹饪出的鱼片 从外形上看都较为完整 没有像一些低端料理产机那样 容易把鱼片给做成了鱼壶 然而仔细观察鱼片细节 美善品TM5烹饪出的鱼片 还呈现出部分鱼肉 还没有熟透的情况 可能还无法食用 而用相同烹饪方法和烹饪时间内 大库克智能料理锅烹制的鱼片 则已经完全熟透 试吃以后口感鲜嫩爽滑 回味无穷 几项实测环节已经全部结束 哪款产品 可以真正帮助到我们日常的烹饪 哪个产品做出来的菜 会更加好吃 想必大家 应该都有了自己的结论 对于这类已经颠覆 传统烹饪方式的革命性好物 编辑一定要向您种种草啦